苏南苏北是怎么划分的 江苏省苏北、苏东、苏南 是按照现在的江苏省通行的行政区域来划分的 苏北地区包括徐州、连云港、苏谦、凡安、廉城 五个省辖市 苏东地区包括南通、泰州、扬州三个省辖市 而苏南地区包括南京、苏州、湖西、长州、正江、湖市 在1983年江苏实行了市管县体制 设立南京、湖西、徐州、长州、苏州、南通、连云港、淮云、延城、扬州、正江11个地级市